謝謝主席,有請陳主委 好,請主委 六二人好 主委好,主委要不要先吸口氣 我會比較緩和,你不用擔心 這幾天會會洋洋,一下子勞保要倒,一下子健保要倒 然後,農民何其無辜啊 我們內政部長李鴻遠講到農保的部分 匯率可能要有所調整 那調整的方向是調高,而不是調降 你有什麼看法 有關這個農保匯率的問題,現在主管還在內政部 對 那對於將來調漲的這一個部分 還是一樣由政府跟農民一起來負擔 這樣子的這個比例 那農保其實政府負擔的比例 70% 所以我們也會朝這個方向 那我想我也很清楚 這所有的保險制度都必須要可長可久 那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們再來配合 我是要看你的態度啦 你覺得調高是正確的 因為這個保險制度是有一個精算的 那我也應該尊重這個精算的這個 所以你是尊重李鴻遠部長所講的 對對對 那我們政府 那你等一下可能很難喘息了 我要講的是說 站在農業主管機關 你身為一個主委 那基本上 老保 國保 公保 它是屬於社會保險的一種 那農保是嗎 農保也是社會保險 怎麼農保會算是社會保險 所以他未來 未來領導農年金的時候 他有農保領導農年金的時候 他就把它排除掉其他社會保險 但是農保的本質 他是屬於社會保險嗎 從以前至今都是這個樣子嗎 是是是 是嗎 是 你旁邊那個人跟你講是你就講是 沒有沒有 我很清楚 因為這裡面啊 我還 有機會跟委員報告整個農保的整個內容 他的保險 社會保險的這個分量相當強啊 蛤 什麼相當強 社會保險的程度相當強 特別對農民這一塊 所以 那你是不是可以這麼講說 你要說農保的社會保險的程度相當強 那當然他也有 一定的程度裡面是屬於福利嘛 是啊 所以農委會有70% 對 啊但是其他的公保 其他像公保 勞保 國保等 他就是純粹單純的社會保險嘛 對不對 但是農民保險 畢竟城戶裡面還有所謂的社會福利的因素在裡面嘛 是啊是啊 可以這麼講嘛 是啊 所以你還會 你還會期待說 李部長有講說 在農保部分去做調高 你會沒有意見 我想社會福利並不是完全不能夠去討論整個匯率 當然是可以討論啊 當然可以討論嘛 對 但是在討論過程裡面 你只要想要去把它調高的部分 我想這種討論可能就會有很多的爭議 徵典出來嘛 不過我想在這個 精算上面 我們還是要去尊重 我跟你講齁 許多福利 我跟你講一個狀況 主委你就先聽我講了 你知道老保那個精算是很大的問題 這幾天可能會有其他的這樣的一個 老保精算背後的這種陰謀論會產生出來 你知道老保裡面其中有特別 精算之後其中有特別提到一項 民國98年1月1號之前 立法院有做下決議 做以下決議 就是說之前的那個虧損的部分 政府必須按十年來撥補 但是我們政府連一塊錢都沒有撥補 如果今天有照當時立運的決議 他其實造成虧損的時間是